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口吃掉了胡子大叔 中央队掌柜动手时 雾影门弟子小刀继续出现化险为夷 此时又出现了一个大婶 鱼妖看情形不对 立马飞上屋檐飞奔逃脱 小刀和大婶追到了一家客栈 这时小刀发现大婶不对劲 并扯掉了大婶的面具 原来大婶也是雾影门弟子蜻蜓 两人调侃了几句立马上了楼 蜻蜓看着墙上的壁画 慕名一条鱼引起了他的注意 鲸鱼没有承住气飞了出去 蜻蜓将鱼带回了雾影门 另外还带了一副清明上河图 雾影门的老大看着鱼觉得不对劲 老大察觉鱼妖是故意让其带回来的 妖人此时正在逼近 此妖人的法力过于强大 要想对付妖人必须找到心掌门 打开其门盾甲 但音讯全无 第二个方法就是找到洛阳神算子 他收集了一件神器御神机 如果威力巨大方可对付妖人 另外雾影门弟子也纷纷开始行动 此时一个长矛怪破壳而出 飞向了雾影门 经过的地方都地洞山摇 地面出现了一个大坑 雾影门弟子也纷纷入内查看情况 可长矛怪也飞了过来 来了个超声波击退了所有人 接着激活了地下封印的妖人 妖人气场特别的强劲 小刀的胳膊也被烧断 面对强敌只能撤退 另外雾影门弟子诸葛清云 也在不断的寻找心掌门 扮成了瞎子医生来到了医馆 以治病为由找到了被困的新掌门 转眼并带着新掌门与雾影门弟子会合 新掌门已经找到 下一个目标就是前往洛阳 协助老大一起打开神器御神机 为了打开神器御神机 雾影门老大假扮神算子 召集五大掌门 汇集龙门石窟 在无人合力下打开了御神机 可被赶来的妖人抢了宝贝 接着口中又说到 这些掌门为了练就上乘武功 都吃了我的奇花异草和百年蝉除 现在这些人都是我的奴隶 此时所有的人都成了老大的敌人 在去洛阳的路上 雾影门一行人在下骨休息 突然新掌门变成了 无彩亮丽的不死鸟凤凰 这让大伙是大开眼界 长路满满 一伙人终于到了洛阳 闲聊之际 新掌门看着小刀的伤口 用自己的生长术将小刀的断壁复原 新掌门也因此晕落过去 这时 玩手还掌门来到了雾影门一伙休息之地 为的就是杀了新掌门 几个弟子前去迎战 但都不是掌门的对手 小刀看似情形 前去阻止 时时小刀跟脱胎换骨一样 几下打败了手还掌门 这时又来了个玩火掌门 可一下被小刀头顶神弓 顶了个稀巴烂 另一方面 医生和蜻蜓带着新掌门来到了一个村落 此时 老大让蜻蜓杀了新掌门 可不懂手语 暴露了身份 正要杀新掌门时又来了一个老大 此时 假老大现身 原来他是鬼掌门 正在两人打的热火朝天时又来了个水掌门 水掌门好生厉害 抓住了所有人并且杀死了鬼掌门 关键时刻 新掌门来了个石吼宫 正飞了竹竿刺死了水掌门 这也真够水的 新掌门也因用力过度死了过去 在此之前 将功力都分给了老大一伙 所有人齐心协力一起攻打妖人和长毛怪 在对抗中 妖人处于下风 此时让长毛怪启动神器御神机 长毛怪丢了若干的霹雳珠 飞向了雾蚁门一会儿 眼看大伙将要被炸成渣 突然不死鸟马尔克 以不及掩耳之素 出现在了大伙面前 将所有的霹雳珠引开 并用这些霹雳珠炸死了两只妖 这部电影特效可圈可点 但是不够绚丽 终极boss死得太轻松了 可能是为了节约成本吧 国内的电影水平提升迅速 我想用不了多久 会有不一样的大片呈现给大家的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